克萊爾的第50隻氣瓶 今天的潛點是德國水道 目標是尋找烘魚 下水沒多久就看到一隻圓盤型的烘魚 一見到我們來它就飄走了 又見到一隻在沙地上休息 又飄走了 好怕人喔 是Fantel Steam Ray 三角形的可愛烘魚 又發現一隻圓盤型的點點的Ray 一樣默默的飄走了 這隻好像睡著了 無論靠得多近它都不動 前倒在給它鋪沙子 無論怎麼樣弄它 它都不動如山也睡得太熟了吧 傳說中的鬼扶轟 我的天啊也太幸運了吧 靜靜的趴在椒檐上欣賞 鬼扶轟Manta被列為赤寶玉類的動物 是世界上最大的烘魚 飄走了 又再次發現Manta啦 太幸運了 Manta通常是10月到3月 才會出現在帛琉 我們竟然在9月中旬就見到它 從頭上飛越也太震撼了 這隻Manta前倒說大概有4到5公尺長 一般來說Manta最大可以達到9公尺3噸重 非常驚人的提醒 哇一次出現兩隻耶 靠近的時候還是非常有壓迫感 但實在是太興奮了 大過於恐懼 整個腎上腺素激增中 重生到接近海面了 這隻Manta感覺在跟我們玩耍呢 簡直是重樂透了 一次三隻Manta 我的天哪 Manta的性情非常溫和 有時候還會跟潛水員玩起來 主要是攝食浮游生物和小型魚類 張開嘴巴吃東西的樣子超萌的 Manta在西班牙語有皮肩或毯子的意思 巨大的兩翼像在海中飛翔的大鳥 看牠們游泳 兩翼山啊山的 非常的療癒喔 Manta的尾巴是沒有毒的喔 但是呢 牠的兩翼就非常強壯有力 如果被刪到的話 可是會骨折的喔 靠太近還是很危險的 影片結束後 跟大家分享一些照片 當海面上的光線 灑在Manta身上的時候 帶著光芒的Manta 實在太美了 吃飽飽的Manta 跟魚群共有 這畫面實在療癒 後來對於大型魚類 還是有點怕怕的 好不容易捕捉到幾張 Manta跟克萊爾的合影 Manta依依不捨的跟Manta說再見 這次潛水很高興認識了 在大使館工作的ML和尚 有部分的影片是上拍攝的喔 這是克萊爾最完美的 50支氣瓶紀念 2021 9月16日在伯流